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陆新闻 蔡慎坤,心智生产力是党魁口误,心智标签笑死人 中共党魁在两会上强调心智生产力后,中国社科院日前刊文吹捧 知名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发帖文嘲讽,看来什么玩意儿都要贴上心智标签了笑死人 她表示,心智生产力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概念,很可能源于党魁习近平的口误 本周稍早,中国社科院官网刊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陈桂生张一轩的文章 吹捧中共体制,吹嘘中共的所谓全过程民主塑造新时代民主之制,提供民主新样态之鉴 知名独立评论人士蔡慎坤3月16日在X平台发帖文嘲讽道 吹嘘中共的全过程民主是所谓的心智民主,看来什么玩意儿都要贴上心智标签了 按照这个趋势,很快就会有心智文化,心智社区,心智学校,心智医院,心智家庭结构 心智邻里关系,心智医患关系,以及心智夫妻关系等等 笑死人啦 15日,蔡慎坤在X平台发帖文说 心智本来是心知心觉的口误 没想到全党上下把口误当成金口预言 一个口误却成为各高校竞相学习的新课题 14亿人被戏耍得团团转 这样的本事真是举世罕见 所谓的心智生产力完全是子虚乌有的概念 蔡慎坤15日在新唐人节目精英论坛中说 据她观察,去年习近平去黑龙江当时谈到心智生产力话题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一个口误 福建省委党校在人民日报发一篇文章解读时 按照他的理解应该是说心知心觉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对新东西要非常敏感 但后来不知道怎么宣传部门党中央把它搞成一个质量的质 就不是知识的质量 这是一种口误 心智源于心智生产力 心智生产力一词是中共党魁习近平 2023年9月考察黑龙江省时首度提出的 今年3月5日两会期间 习出席江苏代表团再次提及心智生产力 中共总理李强在做政府报告时也提及该词 心智生产力照中共官方的解释 心智生产力的意思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该说法被提出后 在两会前夕 西安科技大学3月3日成立心智生产力研究中心 校长莱欣廷亲自挂帅 蔡胜昆在X平台继续解释道 中国总共几十年开放的经验表明 只要放权让利不把百姓捆得太死 生产力就会迅速提高 只要放权让利改革经济双轨制 限制央企国企的高度垄断 生产力马上就会大大增长 创新能力就会迅速迸发 然而极权的绳索越收越紧 中国根本看不到出路 熟悉中国经济及投资的北美投资顾问 麦日前向大纪元表示 中共的宣传很快把心智生产力上升成一场运动 根据中共对心智生产力的定义来看 完全是改变科技工业的一场革命 这连欧美联手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实力 即芯片大跃进后 另一场蛮干很快将在中国上演 心智生产力将成中共各级官员贪腐的新招牌 其结局也会是烂尾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